你静姐呢 静姐会有什么这些失眠啊 焦虑这些问题 我刚刚我还有挺大的话题的 就是如果要有病的话 大概就脑子有瘾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具体一点嘛 其实可能也是失眠的问题比较严重 我觉得静姐是没什么病啊 就是太直率 没有什么病 我们还问一下 新来的李小园朋友的拍灯标准吗 静姐 这还有标准吗 喜欢谁就拍谁 好 谢谢 来 学东 我已经选好了 怎么回事 还没看眼睛呢 那个外貌嘛 也可以吧 好 那我们把镜头切到楼上的朋友们 我们看看谁的外貌是可以打动陈学东的 对 叔叔你赢了 叔叔 叔叔比你开了 我没有拍的理由 是我觉得不好笑 虽然我们都不是成功的婚姻持有者 但是您的都没男朋友 您就 我觉得你多虑了 就是你太害怕了 你不够勇敢 你都没有 你聊什么 小慧 你是一直都单身 YYDS永远单身 对不对 我脸里 那为什么 什么样的男孩才能追求到您的喜好呢 就是 1米8以上 没有外债 没有外债 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 要求也不高啊 是啊 那是为什么你自己长那么美 可能吧 感觉我们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最喜欢指导别人的婚姻跟爱情 倒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种又结婚又离婚的 指导别人更不成功 因为没有成功案例 我们看一下 得到了10票 看一下你的同事们怎么点评你 在哪里 看看谁给你拍 等谁没给你拍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了 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好笑 哪都好笑 特别逗 特别好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清 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都听不太着 您都没听见 您就好啊 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 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 他的我全听清了 特别好 不是等一下程鲁 你离婚了吗 我感觉我回到了这个节目的上一集 真的 所以宁静老师听懂了是吧 算听懂了吗 对我上一集就离了 这已经是已经翻篇了 不是你知道我刚刚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创对吧 嗯 大概那个是大家认为应该长相的样子的人才能去那个节目 显然你离那个就是长相有点远 但是 我觉得大家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长得帅不帅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个人观点的 我觉得你长得好看 因为 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他是我的菜 他是我的喜欢的样子 你已经有猎奇心态了 因为 没有 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你就没跟我说过 第一次就说过 你就笑 我说这么多年了 你不相信 我第一次就说了 我说你长得最好 就你眼睛 不要有目标 不要有预期 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比赛这个事情 就跟别人比较就很没劲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今年就是 我要想玩的话就玩起来 就是讲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如果想说话的话 就像今天 说一些自己痛苦的情绪 然后能走到哪儿算哪儿 就因为我已经收获太多了朋友们 就是应该让其他人一起收获一些东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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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也真的很感谢 就是这一年收获的东西了 对 但你去年来过了 什么 她是冠军 这位 这个女皇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是的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姐不是冲你 姐是在座的各位都是那啥 对对 浪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刚差点没有拍呢 哎呦 要不拍那这不是是不是就犯了很大的错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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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其实你第一句我就想拍你的 有一句特好笑 她说她说她在各种节目里面看见平平无奇的自己 她每天都在搜那个李雪芹和谁谁谁 也没有搜了 也没有搜了 段子你别 别讲得太真了 人家清姐都往心里去 人家都觉得是真的 当时我觉得就是平平无奇的 就一刚开始的时候 小冬哥咱俩好久没见了是吧 前两年在别的节目刚见完好像 而且清姐的意思是说 那一段是你不弹琴时候说的对不对 对 不弹琴时候好笑的很多 我今天开始 对 参加之后你们听一切 军东 分析一下王冬 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其实真的我们在录生活类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好笑 也没有那么深 王冬回家了 改行 趁早改行 放弃梦想 王冬 王冬 咋起了 咋起了 快 朋克起来了 咋起了 是山大座着吗 你们先聊 对 对 你们还不知道 他是一个 也是一博士 真的呀 对 我在读 在读博士 博士生 还没拿到学位 哇 好厉害 学计算机 对 这是假发 但我觉得他今天有点特别人间真实 就是其实他说他发现了 他是我头一个听见的有一个男生说 他发现了其实女生比男生漂亮这个事实 嗯 就你刚刚说的真的非常的准确 是因为女生全都是可以化妆啊 收拾啊 打扮让自己更漂亮 你知道的 是因为男生真的就会被那种 所谓的压力所压迫 比如说不能搞面膜 我觉得太好笑了 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 因为你们真的没有优势 其实男生是一定要化妆的 因为你们的脸色 可能比我们的更不好 就是 姐姐姐 咱不要聊这些虚头巴脑 你就说我这还有救没有救吧 你是我喜欢的男生款呀 那你看何广志这种 还有救没有救呢 那个谁吧 这位更猛的这个 智盛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我支持你 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 真的多一点就是照顾自己的样子 对 我那个藏医师就在那边 他也是色弱 色弱 他给我化好多年的那个妆 我都不知道 化妆师 化妆师 还能从事这个职业呢 我问他隐藏的那么深 深是怎么整出来的 就是 为什么蓝绿色他不分 他不分蓝绿 蓝绿色是因为 看黄色是一种细胞跟一个基因 他其实就是看不清 绿里边的那个黄 是吧 这种小知识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上 但是后来 后来因为他做头发做的比他的化妆要好 所以呢 他就没有暴露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暴露 我说怪不得你从来不给任何人夸彩妆 是因为你分不出蓝色和绿色吗 所以静姐以前老涂那个紫嘴唇 她以为是红的对不对 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找一个老婆 静姐果然啥也不知道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到底如果 如果你看到图那种 特别就迈不出去那种 让人很焦虑的口红的颜色 的女生 的话你会看不出来 不是 这不是我的问题 你就问男孩 大家都分不清那些红色 不是 她是紫的 大紫的 纯紫 那你看女生的皮肤会很白吗 不会非常白啊 会看得更黑吗 比如像我这样的 不会也不会更黑 其实是正常 就是正常 你想问什么 你就问 不是 我就是好奇 如果守着这么一个人 她刚刚那么长的一段 都解释得挺清楚的 其实 那就是我对你人有感兴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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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口就演员了 就是做自己 我圆得太漂亮了 我觉得因为没有这种款式的 透口就演员 对 我被他吸引了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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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175 我刚刚被他吸引了 忘了投票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该笑的地方我都笑了 该笑的地方 什么意思 因为他一边讲的时候 我一边在想 我应不应该笑呢 还是不笑呢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要笑的 就是好好笑 真的好好笑 对 可以大胆笑 今年静姐和学东 都是第一次看 我跟大老师已经见识过了 非常佩服 他们也好有才华 今天你把我真的是笑死了 哎呀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他能量很正的 就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一种态度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不可以开玩笑的 就是 你太实斗了 你太酷了 因为一点都不删情 这点事太靠谱了 对 好烦啊 一点都不删情 我最讨厌删情 对 对 不删情 他说其实那个 大家都有病 只是我明显一点 我觉得这被戳到了 我就觉得 是 我刚刚一进来说 我觉得你有什么病 我说我觉得脑子有病 因为就是真的 其实大家都有病 对 是 你觉得好喜欢对不对 乐道已经都出了鞭炮事了 卡卡 卡卡 碰尬 耳尼璀 太好笑了 真太好笑了 你怎么那么好笑啊 因为长得 词言诃语 真好好笑 我就没有别的词和形容 反正就是太好笑了 你得多说 你得多说 志胜 当时是他们三个 都主动选你了 就是所有人都是选的我 我就感觉明明 这么荣耀的一个时刻 突然变得有点驱逐 志胜 你的这个头发 是自然卷吗 它不是卷的问题 它是脱的问题 它是那种头发 就是从这边 要会将来 它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从这边 要拉到这边 你以后说你是特意的 你就特意为了这个喜剧笑 没有没有 我为了避免说是特意的 我第一期都没有提这个事 我们也不吓 都能看你 你不提我们不看嘛 你也还行 哎呀 感觉怎么样 嗯 开心嘛 反正是 感觉是把自己的状态 也提到最高了 冠军 冠军 那俩是谁啊 冠军 我跟你说 我是重度抑郁者 你是抑郁风情吧 抑郁风情 叫什么标志的 你长得那么的标志 因为其实我从小 就是一个很忧郁的人 然后眼睛里面 就透露着那种 成年人的忧郁 成年人的忧郁 所以我从来没有小过 我没有什么 16岁花季的眼神 然后没有什么 就是 反正我没有年轻过 我眼神就一直都是很忧郁的 我小时候也很忧郁 我一忧郁就看阳光灿干的日子 真是 对不对 真的吗 女神 真的 我真的 我在没碰见您之前 我一直以为 张曼玉是世上最好看的女人 碰见您之后 我发现是蔡明 不是 不是 没有 我觉得无关是 Rock也好 静姐也好 分享了很多自己的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来的事 但我只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看 我觉得光光只是说出来 好像已经感觉两个人状态就好了